Mercedes-Benz的车子这几年越做越美 越来越有科技感 就像全新的A-Class一样 它的设计是非常帅的 所以相信很多的年轻人对这款车应该会很喜欢 可是因为它是CPU的车型加上一些税务的因素 所以新一代的A-Class对比上一代的价格上涨了不少 上一代的A200售价只需要206千 但是到了这个新一代的A200 售价却涨到了228千 对于这个全新的A-Class 你是不是喜欢但是却买不下手呢? 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的二手车推荐呢 就会推荐这个2018年的A200车型 目前这款车的售价只需要173千而已 而且年份还是相当的新的 另外在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也会顺便和大家讲解这个A200的卖点在哪里 新一代的A-Class的代号是W177 它有Hatchback还有Sedan可以选择 它采用的是这一个Mercedes-Benz全新的MFA2前驱平台打造 在外观上面这个全新一代的A-Class 采用了Mercedes-Benz的全新加族设计 看起来和之前发布的这个CLX有一点像 但是它是缩小般的 这个整个车头最独特的地方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头灯组 还有那个LED的日间新车灯 至于尾部呢都是比较圆论 上一代的设计可能比较Man一些 但是这一代的设计就比较斯文一些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上一代比较Man的设计啦 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个W177的斯文优雅的设计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因为采用全新平台的关系 所以这个全新的A-Class呢 它在这个硬件上面会有所差异 在上一代的A-Class也就是W176 不管你是买到什么等级的车型 它的后悬调都是Moudi-Link 可是呢在这个W177上面 如果你是买到A180、A200这样的车型 它的后悬调是Troxian Bean 在A250或以上 也就是A250、A35和A45 你才会拿到这个Moudi-Link 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啊 Mercedes-Benz的这个定位拿捏还是蛮精准的 A200以下的车型可能就是适合比较以这个 城市驾驶为主的消费者 而像是A250这样的车款呢 它瞄准的就是运动化要求的消费者 而且它的动力表现也很出色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是哪一个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车型 新一代的Aircraft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内装 它的内装对比上一代车型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气氛灯设计 它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 甚至你还可以去设定它会自动切换那个气氛灯的颜色 让这个车看起来有点像Clubbing的感觉啦 可是你不能否认在夜晚的时候啊 这个气氛灯的设计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瞩目 非常非常的耀眼 而其余的细节方面呢 这个全新的Aircraft取消了传统的指针仪表 它改用的是数位化仪表 在这个中控台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 樱幕啊 其中一个就是数位化仪表 另外一个则是车载主机 而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这个车载主机 终于支援了触控功能 有了触控功能之后啊 这个触屏主机的使用上面会更便利 再来呢它搭载了新一代的MVUX系统 这个MVUX系统上面有一个很酷很炫的功能 就是语音控制 你只需要讲Hi Mercedes 它就会给你回应然后问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要开启GPS 你就跟它讲Navigation就行了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你的英文要非常的正通 不然的话时常会出现这个语音无法识别的情况啊 所以就不知道对你来讲这个语音控制功能是不是那么实用了 在空间表现方面这个Aircast 严格来讲是一台C-Segment的车子 因为原厂讲究这个设计比例的关系 因此这个Aircast采用了长车头的设计 外观看起来很帅 但是它压迫了内部的空间表现 如果以前座来讲呢 前座的这个空间呢 压迫感会比较重 但是这个座椅的包覆性跟支撑性都还不错 比较悲剧的是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比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载人需求 所以注定它不是一台合格的家庭车 如果你是单身人士的话就还OK 但是如果你是有家庭的话 这台车在你要载家人出门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一个挑战了 而且还有一点是 以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讲啊 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在这个Aircast hatchback上面 是看不到这样的配备 如果你真的打算买这台车的话 那么你就要考虑清楚 这台车的空间啊等等的实用性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引擎是这一次Aircast大改款的重点之一 不管是A200还是A550 它们的引擎都是全新的 像是这个A200 虽然说它的引擎从原本的1.6公升降级到了1.3公升 但是它还是采用了这个4气缸的设计 现在很多的汽车制造商 在制造这种小排气量的涡轮引擎的时候 都采用3缸的设计 而这次Mercedes依旧延续了4缸的设计啊 可以看得出其实这台车还是有一点诚意在的 这具引擎是这个Mercedes-Benz的母公司 Dumler和Renod一起合作开发的引擎 除了Mercedes的车款使用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Renod还有Nissan的车款上面看到这具引擎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是163PS 峰值扭力250Nm 而在上一代Aircast的1.6涡轮增压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56PS 峰值扭力一样是250Nm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排气量降低了 但是实际上这具引擎的马力是更高的 而它搭配的变速箱 同样的也是全新开发的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所以在新引擎和新变速箱的支援下呢 全新的A200加速表现不错 而且油耗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 为什么说这个A200油耗表现出色 那是因为我本身亲自进行测试过 我曾经开着这个A200来回救货 行驶超过600km 而到达了KL之后啊 这个行车电脑的可续航里程 依旧显示我还可以行驶130km 所以呢这个A-Class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油耗表现是真的相当出色 而且我在highway公路行驶的时候啊 还遇到那种塞车的情况 不是定定的110行驶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真的很出色的 只是这具引擎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也就是它的运作是比较粗糙的 尤其是你在拉高转速之后啊 这个引擎的噪音非常非常的明显 不像是Mercedes 应该有的表现 我相信这个是因为引擎设计的关系 即使这个车辆的隔音做得再好 这个引擎的噪音还是很明显 这个是我觉得A200上面比较明显的缺点 在驾驶感受上面啊 A200和这个A250相比呢 是有一点差别的 主要就是因为A200是Torsion Beam A250是Mounti Link 虽然说两者的操控啊 还不到那种天差地别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先开了A250再回去开A200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以接受这个A200的驾驶感受 A200的整体驾驭感受呢 比较偏向四驱驾驶 它有很灵活的转向 很灵活的车身 然后比较轻盈的油门 至于A250呢 它则是比较暴力一点 毕竟它的这个2.0的涡轮增压引擎啊 动力表现非常的不错 如果以四驱驾驶来讲 我个人是偏向A200的 因为A200在四驱开起来真的很爽 只是A200和A250的差别在于啊 这个A200的悬吊是比较弹调的 我个人认为呢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 A250和A200采用了一样的避震器 但是因为这个A250的后悬吊是茅地令 比较重压得住这个避震器 而A200的这个避震器是Trosion并比较轻 它压不住这个避震器 所以才会有这种比较弹跳的情况出现 只是这个弹跳并不会太大影响车内的舒适度 至于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弹跳啊 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先去试一试这台车 才下一个结论 至于在现在 在很多人在意的这个安全配备上面 A-Class的安全配备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啦 就像基本的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 还有漆气囊都是标准配备 另外呢它比较先进的安全配备 其实就是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前方撞击液晶等等 其实以现在来讲我们还是建议 各家车商如果可以的话 在旗下的这款尽量搭载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越完整是越好的 以A-Class来讲啊 像是没有这个车道便宜辅助啊 车道便宜警示 还有这个ACC来说 我觉得这个安全配备上面的诚意 还是欠缺了一点点 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小改款或者是升级版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配备 新车228千 现在173千就可以入手 你觉得这个价格值得吗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款车 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原厂认证的准新车 一般上你买二手车你可能需要担心就是 我买回家就会坏掉啊或者是坏啊 原厂不可以保护啊等等 但是这些车呢都是经过原厂认证 他们在卖给你之前已经经过了这个细心的检查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买回家就坏掉的情况 而且呢原厂还会提供你一定期限的原厂保固 真的就算你买回家坏了之后 这辆车还是有保固在的 所以还是蛮安全的啦 可是快三年的这个准新车 价格还要173千 你觉得值得吗 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二手车推荐的影片啦 各位还有什么想看的二手车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会去做一下功课 如果发现有什么还不错的二手车 我们也会做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这台二手车 有什么不错的地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